最后说大马 大家好啊 我现在是在微南的妖仪老街 我一直认为这个字念爪或者念爪 但是卢总刚才告诉我 这个字他们念妖 妖仪 有一种文字就叫妖仪文 应该是印尼的文字 那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呢 吃 刚才这边有一个特有名的那个国脚 就是我喝早茶 我老说那韭菜胳膊的 但是刚才卢总很贴心的问了一下 他们这儿这个菜股是用韭菜做的 但是它里头有猪油 所以我们要换一间这个妖仪的烧鸭老链 去吃烧鸭 这条街就写的就是微南的妖仪老街 这一间椰壳烧烤 先给上了一碗饭 这饭里头是有酱油啊 还是有这个烧鸭汁啊 一盘烧鸭汁 你看卢总多直接 哪一盘子肉吃 我不吃猪肉 但是我不介意别人吃猪肉 没有个青菜什么的吗 没有猪肉 这个太直接了 你吃一盘子肉 然后就一碗笔饭 这跟那间比哪间有名 哪间 你经常去打包的那种 那么那间有你看 那年你煮的那个鸭子里面不一样 这个鸭肉比较柴 没有那个香 哦 比如让飞鸭 1924年的茶楼啊 十名潮州菜股 你去想 给它群菜的 它没有猪油啊 你就不可能觉得好吃 它就是因为有猪油 你们才觉得香 陆总忍不住 还是去打包 然后一问 说这个是素 你就买了这两种 它只有两种而已 这种是酒 还这种呢 沙葛 哦 沙葛的那个 我知道那沙葛那个 甜甜的 陆总说这边 祖籍都是潮州的 这边人是说潮州话 而且这些点现在也都是 潮州人的点心 潮州人的 潮州人的点心 这两位也是潮州人的 这不是 但是你可以跟他讲潮州啊 他们肯定能去呢 我一直认为南方人都不吃酒 吃酒的吃多了 我们叫收心的 就是 胃里会热很难受 很多人吃完酒来都不舒服 所以我是这边的老人 不能 年轻人吃 喝酒 都是这样 是吧